为了协助海外乔营餐饮业提升经营实力并推展台湾美食 乔委会领派何玉任和郭嘉宇两位厨师到美国巡回演讲 在亚特兰大的活动当中 两位大厨与当地的厨师分组展开一场铁人料理竞赛 乔治亚洲台商会青商会 来一餐饮同月工会 甘斯维尔台商会及客家同乡会 共同在法国兰代空任艺术学校 亚特兰大分校主办台湾美食厨艺交流会 包括驻亚特兰大办事处长戴辉元 乔治中心主任傅锦麟 召集人乔委员王湘瑞 近50人参加 活动仿效了美国知名厨艺节目Iron Chef铁人料理 有两位台湾名厨何玉任和郭嘉宇 分别搭配当地厨师分组竞赛 两队必须在限制时间内完成前菜 沙拉主菜三道料理 并且要在其中一道料理中 使用指定神秘食材 墨西哥赐佛所挂入菜 所有的交流亚特兰大师 这些交流亚特兰大师 这么多豐富的福岛 最多的就是台湾的餐廳 我认为所有的 credit 都会去台湾和所有的 部份的 中央的部份 我认为 台湾和所有的部份 都会有挑战的 这一年来 就是像台湾所说的 如果您参加的 我们在昨天的一天 和昨天 您感觉 他们做得很高兴 他们做得很高兴 所以我真的很高兴 两位名厨发挥所长 与当地厨师进行交流互动 激发出不一样的火花 在经过105分钟激烈较劲后 而预认与Michael Young 团队以月氏春卷 沙拉和培根鸡胸肉 盛出获得全场观众热烈掌声 乔委会 每年都会派 两位厨艺老师 到各地去巡回 做一些美食的文化推广 我们希望说 利用这种庶民的美食文化呢 可以让海外的 海外人士呢 都到台湾去 享受台湾的美食 借着这个享受台湾美食 认识台湾 这次跨国饮食交流 相当难得 大家借此更认识一流的台湾美食 也体验了一场趣味热闹的竞赛 台湾湾电视林玉轩 美国亚特兰大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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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参 好的 好 与 感谢观看